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小慧的视频课程 Qt图形式图框架详解 这节课我们来讲一讲 Qgraphics Atom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 Qgraphics Atom之间实际上有四种关系 第一种就是可以通过Z序 也就是说通过Z序的大小来分层 可以有相互折叠这样的一个关系 第二种关系就是父子关系 我们注意到Qgraphics Atom它的构造函数里面 都有一个parent这样一个参数 可以构造父子关系 第三种关系就是分组关系 我们可以把一组Atom组合成一个 当做一个来看待 最后一种关系是适用于Qgraphics Widget 它的一个布局 比方说像Qgraphics Liner Layout 线性布局Grade Layout 表格布局等等 这个也可以把有一些Atom之间的关联起来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实例 来了解一下这些关系 OK 首先给我们加上 XA加11的支持 不然这个有时候我们用 XA加11里面的一些关键字的话会报错 然后呢我们用一个最大而全的头文件 然后是我们使用图形式图框架的 最基本的步骤 创建一个Sign 然后呢是创建一个View Veo需要和Sign关联起来 然后我们给它设置一个大小 比方说我们这回设置成一个FistSide 然后呢设置我们取景框的大小 就是我们当我们调用Sign React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是决定了场景当中的哪个区域 可以被我们的取景框看到 在这里呢我们把整个场景都设进来 那首先呢我们看第一种关系 我们叫Z序 Z序的话比较简单 因为QGraphicsItem它里边呢 本身就有一个SizeZ这样一个方法 它就可以设置Z序 我们先来一个画笔 然后这个呢我们主要是用来做我们的 有些Item的一个变框 或者文字的一个填充 这样的话我们看起来会稍微明显一些 好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来 首先我们加一个我们的巨型 加一个巨型呢 让它作为一个背景 让我们在用Viso或者用其他的这种汇图软件的时候 可以拖巨型框 巨型框双进呢可以输入文字 最终就出现了一个带边框的文字 这样一个效果 还可以带背景 那我们做这样一个效果出来 然后呢我们给它呢设置一些 flag啊这个set flag 设置什么flag呢 我们让它可以移动 然后还可以选 这样便于 便于我们观察 这是一个移动的一个标记 然后呢我们再给它一个 再给它一个可以选择的一个标记 给它一个可以选择的标记 好然后呢我们给它 设置一个zvalue set zvalue设成0 然后我们设置一下画笔 对于qgraphics react item来讲呢 那我们设置画笔的时候呢 这个画笔呢实际上用来绘制它的边框 然后呢我们给它一个位置 比方说我们把它放到这个位置来 放到180 然后呢我们再 给它一个brush brush呢用来填充一个形状的内部 你像qgraphics react item呢 它都集成字qabstract shape item 这两个方法呢是 这种形状类的组员都有的 好了 这是我们的 一个句型 然后呢我们把它加到我们的场景当中来 好 现在呢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来 构造一个文字 这个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 simple test item 然后呢我们也给它设上相应的标记 那说就是这个两个标记 一个是可选 一个是可以移动 然后呢 然后呢是一个 z value 然后设成1 让它在 巨型上面 然后呢给它设置一个 pause 比如说我也把它设成 和巨型重叠起来啊 89是刚好就在巨型的上方 然后我们给它 设一个字体 稍微把 我们的字体放大一些 然后呢 好 最后呢 我们也给它一个画笔 给它颜色呢 变一变 我们比如说变成blue 然后呢 把这个画笔呢 设进去 好 这块放下来一个new 好了就是我们这个画笔呢 就 添加到场景当中去 那最后呢 把我们的view呢 来显示出来 这是现在我们利用 z order呢 给建立了一种 这种关系 z序的关系呢 相互之间实际上 item 没有其他的影响 它只是 一个层叠的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 z序呢 让一个在上 一个在下 或者变换过来 就像我们用photoshop 来画图的时候 是一样的 它又有一个b5啊 现在我们看到 我们的 简单的示例 一个文字 一个背景框 那现在我们可以单独拖动文字 现在他们两个呢 就不再重叠了 我们也可以拖动背景框 他们两个都是可以 相互拖动的 因为它有z序呢 所以这个test 总是在这个背景框的上面 那现在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关系 就是分组 分组关系 先看父子关系 看父子关系的话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当我们用了父子关系之后呢 实际上 它 孩子的坐标 就相对于父亲的坐标 这两个就有一个差异 因为我们再 只要 就要用一个 方法 set parent item 然后我们把设成 vkd direct 就用这个方法 它俩之间就有了关联 一旦我们有了父子关系之后 它的坐标呢 就变成了相对的 然后呢 就是 你在拖动的时候呢 它也是一起移动的 对 我们现在呢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效果 因为我们的这个矩形可能不够大 然后我们设成 这个坐标的话 有可能它就 超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test呢 它已经出来了 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我们单独移动test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移动 这个背景框的时候 因为它现在是负item 你移动它的时候 test也是会跟着变的 好 我们为了让 它 文本 在 背景框的上面呢 我们可以 做一个调整 然后再来看一下 好 现在呢 test在 这个 背景框的 正上方了 好 我们拖动 背景框 它是负item test也跟着动 我们拖动test test动 但是背景框不动 因为它是孩子 这是父子关系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种 分组的一种关系 对于分组关系呢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新的一个类 就叫做 Qgraphics item item qgraphic item group呢 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呢 实际上 它这个分组呢 需要一个 输入一组的 item 然后呢 所以我们先构造一个item的一个列表 然后 把我们已有的这两个item 比如说 bkdirect 就是这个背景的 然后还有 还有我们的test都放进来 然后呢 我们在创建分组的时候 然后 在我们的 sine 就是qgraphsine 它有一个方法 叫做create item group 你只要给它传入一组item 然后呢 它就会给你创建一个 qgraphics item group 出来 它自动会把这些呢 设成一个分组 然后我们给这个分组呢 也设置一个 可以选择的 可以移动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一个标记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分组 整个的 然后来选择 可以移动 好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设上去了 然后呢 因为我们是调用 qgraphsine 它的create item group 直接创建了 创建之后呢 这个group 也就是它呢 就已经加入到sine当中呢 我们不需要重新再加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显示了 那实际上我们在创建这个分组之后呢 它们两个就是可以一起移动 然后这两个item就变成了完整的一个 那我们创建分组的时候呢 实际上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我们刚才的 这个调用qgraphsine的create item group 另外一种呢 就是你也可以直接 new一个 你用一个qgraphics item group出来 它是qgraphics item的排声类 你可以直接把它加到我们的sine当中 然后呢 调用它的add to group 把我们需要加的item都加进来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总共有两种方式可以用来创建 那现在呢 我们看我们移动 这个分组呢 当我们选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黑色的细线 作为边框 这是一个完整的分组 我们选中的时候 它把这个分组呢 当到了一个整体的元素来对待 然后我们点这块 都是可以的 只要我们点它的bonding react 都是可以拖动的 这是这样一个分组的一个关系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呢 要讲的item之间的三种的关联 像这个还有第四种布局的关系呢 我们放在后面 专门有一节课来讲 qgraphs view 它里边使用的布局 布局呢 主要是针对qgraphics widget 到那些课的时候 我们会详细来讲 怎么来使用 那这节课的内容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再见